这些都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衣服 到这边基本上又怎么穿 今天把衣柜清理一下 把这些从国内带过来的衣服 再把它撕穿一下 就把它做一个断屎笔 这些从国内带过来的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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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有的穿搭 那些衣服都是好几年的老衣服了 是我从国内带到国外来 就一直在衣柜里放着 就基本上没有这么穿 因为这边的穿业习惯和国内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在国内呢穿的比较精致一些 到这边呢就大部分的人都穿的比较休闲 比较轻松 那我的穿衣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这些衣服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是有些小贵的 想舍弃呢又有一些舍不得 放在衣柜里呢又不怎么穿 也请大家给一些建议 哪些衣服可以留 哪些衣服可以舍弃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穿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